每個年代,香港都有不同的樂隊 用搖滾音樂去守護我們 喚醒我們和支持我們 這隊樂隊去年問我們 到底發生過甚麼事 今年它陪我們一起 渡過四周千百尺巨浪 有請剛剛用浮藏這首歌 得到Chill Club年度搖滾歌曲的 Dear Jane和監製陳考慧 歡迎收看《晚吹音樂》 在我身邊有剛獲獎的Dear Jane 你好… 監製Garrett 恭喜… 你好,Garrett 恭喜你們 你們繼上年後 今年再獲得搖滾歌曲的獎項 今年還要連下兩成 民選那首歌也是你們獲得 然後評審團班長 其中有一首歌也是推薦你們的 分別民選那首歌就是浮藏 然後評審團推介的就是 時間管理大使 謝謝 這兩首歌 其實你們在很多串流平台上 已經告訴大家數據了 很多人聽到你們的歌曲 大家已經民選了你們 這部樂隊在香港 很多人聽 但你們站在台上獲得這個獎項 先給你們多一點時間 剛才有甚麼要感謝的歌曲 或者得獎感受 很感謝樂迷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數據是最自然的 還有希望繼續給我們機會 我們這些人精進行多些不同音樂的類型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 對,你說到不同的音樂類型 其實浮藏和時間管理大使 都已經有很不同的歌曲 不如你們說一下 有些人說你們是舞蹈、舞蹈、舞蹈 你們覺得這兩首歌曲 或者跟你們之前的作品比較 有甚麼特別之處 其實我們很久以前都是舞蹈 當然近年認識我們的觀眾 完全不覺得我們是一對Punk Band 但其實這件事是在我們心裡的 我們做每一首歌曲 都會以一對Punk Band 怎樣去玩一首這麼高級的歌曲 然後之後再加上其他不同的 比較流行的元素 像演樂、有些計劃 去混合它 其實我們第一次開始這樣做的 其實就是跟他10年前做的一首歌曲 他會開始推出這些元素 像一隊很基本的搖滾樂隊 像結他、打鼓、打鼓之外 加上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心裡也很寬 但可能是做音樂樂的事 對,你們說了很多年前 我認識你們的時候 Garrett認識他們的時候 浮藏是你監製的歌曲 但對上一次你監製Dear Jane的歌曲 已經是數到Yellow Fever的時候 也是 其實是LOL,對嗎 對,後來的嗎 之後的嗎 對,我們當時有個交通表演 你還記得嗎 跟C.A 我記得了 對… 當時我們好像要三天 做了一首小歌曲之類的歌曲 我覺得挺有趣 然後過了這麼多年 為甚麼會叫Garrett來一起做歌曲 我知道 你說吧 因為Tim說他想改變一下環境 想視乎錄音的環境 看看有沒有不同的環境 可能有些新的興奮 在他的表演 然後沒有說來玩 對… 因為錄音已經錄了這麼多年 經常都在樂隊房 或者是一些比較熟悉的地方 我知道他當時自己的地方都弄好了 也開始進入了 其實偶爾也經常找找大家 又見到大家 然後就想起 不如今次去你那裡玩吧 我錄音的過程 起碼不是對著同一棵牆 就是那棵不同的牆 看出去的人是另一個人 對 所以你在Garrett找到新鮮感 對 Garrett,你過了一段長時間 沒有製作,愛的Jane 你有在他們身上找到新鮮感嗎 他們有否不同 我覺得他們… 如果Tim的唱歌來說 我覺得我們的錄音快了很多 他一定會發揮技術 他說今天到這個,是否… 對,你也一樣 對… 我覺得… 真的要帶頭髮 我覺得我們十年後再… 大家改善後 再配合新鮮感,對吧 對 對,對 對,上去西彈 對,因此你們創造了浮藏 這首歌 然後時間管理大師 就是一首比較高級的歌曲 說起剛才你們心裡 其實還有那一對 流氓的Jane在這裡 我想問問在你們的歌手中 你們覺得哪一首歌 其實最有高級的靈魂 你覺得… Nyese Jekyll 其實真的有很多 我們每年都有一首 很有代表,那一年 我現在想到有一首叫 《咖啡因眼淚》 那首歌也有很長的獨舞 也有很密集的樂隊 我覺得暫時這首歌也很搖滾的 大家來看嗎 如果你問我 近年在現場表演的 聖馬力樂之心 像一響過前奏 大家就會站起來,很開心 那氣氛可以帶動現場觀眾的感覺 我覺得一首歌曲 是有基本功能的 好,我們又談談評審團推薦 那首得獎歌曲 《時間管理大師》 我聽聞好像有些故事 對,這首歌真的很有趣 他的名字 其實我們這首歌… 我記得Hawy最初 很早期的展示表完全完成 只是我已經聽不到歌曲 那是一首Punk歌的歌曲 然後出了一個很Punk的展示表 我很記得大約兩年前 就開始選歌,我們推出了這首歌 但當時我們覺得 不如不要太盡力,不要太Punk 我們將它轉為編曲 我們轉為了一點電子… 先躲起來… 木結他 對,木結他 對,有一個奏合式版的 打算清新一點 是 但不可以的 挺有型的,用木結他彈 然後… 然後做了一個很電子 電子的處理 那首歌之後也沒有用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覺得… 盡了很多力,想去哄別人 哄別人,我要做得靜點給你 這樣又不行了 我做得…不要太搖滾給你 我知道你不喜歡聽電子 我就不要做得太搖滾給你 但做到最後 始終會覺得自己也不喜歡 別人又不覺得是一首… 又不太特別 即是那一刻就覺得 我不理會任何人 我只做回自己最想做的事 做音樂,尤其是一個職業 我覺得有時候是要遷就別人 但我覺得遷就太多 到最後就反而是… 其實根本就是你 你本身想做的事 所以有時候是… 像我們這次一樣 就要花了這麼多時間 做了兩個完整的版本 才知道原來… 唯一一是忘記了聽人的意見 忘記了聽就聽自己 但我覺得我們經常在心目中 幻想到觀眾要的東西 其實那首歌本來也有另一個原因 那個原因是需要有不同的曲風 即是不能太吵 那樣就倒閉了,我們不管了 但有時候就不要自己控制自己 我覺得 最終發現原來我控制自己 也不是特別是一件很偉大的事 不如我…至少我聽自己說 我自己開心了 沒有人聽,無所謂 我每天都這樣聽,至少我會 再次恭喜你們獲獎 謝謝… 謝謝你們接受訪問 謝謝… 再見… 來自世界各地的評審團 他們表揚了幾首香港的搖滾音樂 我們請到其中兩首得獎者 他們分別是Tyson Yoshi的 《你不會一輩子力愛上我》 以及香港樂隊Rubber Band的 《宇宙大王》 在我身旁有Rubber Band 和Tyson Yoshi 你們剛得到獎 獲了評審團的表揚獎 搖滾歌曲那邊,是嗎 剛才有否在台上的得獎感受 經常說這張表揚獎是六人做的 但其實一間星期 其實Tim雷都寫了… 每首歌曲都有參與寫詞 所以都很想感謝她 另外要感謝我們公司的 上上下幾個同事 Vivian、Pit、Vivi 另外經常要感謝留意樂迷 我也知道有些人進來現場看我們 永遠只顧著說自己想說的話 但坐下座位時就會升級 又忘記了他們 不是他們只是想聽你們想說的話 是嗎 剛才我們在推銷而已 Tyson呢 女朋友,差點大,漏了 謝謝女朋友 然後是母親節 然後…其實也沒有 有《Golden Dynamics》 我的傳輯 還有《Warnet Chapel》 我的推銷就是這樣 不如我們先跟Roger Ben聊一首歌 我聽這首歌,我自己很喜歡 謝謝 當然歌詞那部分我超級喜歡 他跟我的理念是… 對,很一致 很一致 對,非常一致 我覺得在音樂上 跟你們之前的作品有些不同的色彩 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否特別想跳舞還是怎樣 其實這首歌 很明顯的聲音是有些… 跟我們之前是不同的 我想很多人都以為… 一直都覺得我們是比較… 柔柔的一隊樂隊 很幸運 我們在整個路程中 遇到不同的樂手 Jason在這個項目中 貢獻了他很多的想法 亦放了很多他的色彩 我想這首歌的鎚鎚 真的要感謝Jason 在我們在歌房合作的時候 其實他很肯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走一點吧,試試走一點吧 甚至說不如先讓Bass走 我想這件事是Jam的過程 而且Jason有很多進入 我第一次聽這首歌時 我還是先聽到Bass 對,很少你站得那麼遠 其實剛才獲得了獎 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對我來說 這次的曲風是一個新嘗試 但其實我們一直都喜歡一種音樂 這首歌的黎曼 一開始寫的時候 已經很有那種錘 其實做的時候 也會有時想 會否跟我們過去有些不同 但原來得到大家的認同 所以剛才很開心 在唱歌的部分 底部已經含著了 你有否自己… 我也先含著 有,因為這首歌 在泰國巴提亞錄音室 我們錄了音樂底 但還凸兩天出來 專門為兩份已經起好的歌詞 其中一個就是《雨水泰大王》 在巴提亞錄音室時 其實也想想能否更兇 但後來也是隊友 Patrick、雷排 都給予了很多意見 嘗試拿回平衡 如果錄音室的演繹 也不是你的 因為我不懂得吹噴 你強行來又好像甚麼 我自己找… 例如我腦袋帶著 有些我很喜歡的樂隊 例如《Black Keys》那種感覺 其實主音也不是很爛 但它只有一種脫 你說那種脫,回到最初 其實很有趣 例如阿黎在第一張唱片寫過一首表演 但當時跟唱片公司不亡取落 那首歌已經散失了 但後來我們不斷發展、演化下去 到了2014年有一首歌叫語言藝術 又好像類似一樣 又是用我們四個人的探索 這次又很開心 又跟Patrick一起演出的音樂 所以我還記得那種混合 我們在巡演的時候 在英國 Jason很緊張 很緊張 說第四個… 你行嗎 快點,要不然又要… 因為我們正在扔給加拿大 有個朋友叫Gabriel幫我們混合 要感謝Gabriel和Jeremy 這幾個代表的幫忙做幕後 很多錄音工作 這三位兄弟 所以這首歌,阿偉說真的 其實得到人的認同是很開心的 我們不是說對他… 因為真心說真的近一點 而且整個過程很好玩 我們經常說玩音樂… 這次演唱片 因為我們這群人去了泰國的錄音室 閉關了10天 去做起這支唱片的音樂部分 所以其實那個歷程是很好玩 很開心 是一次很好的經驗 關於這首歌 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歌名 我很喜歡這首歌 是… 宇宙大王,是誰想的?是怎麼來的 阿泰蟹、天女想的 其實就是… 我們有這麼久的年紀 我們這三個而已 Tasen有看阿嬌博士嗎 有… 是否認識那兩個人 是否一隻綠色 對 一定是黃色的 黃色是… 根本… 真正的綠色是宇宙大王 我們想拿這個點子來… 可以說笑、諷刺 有些在網上寫很大篇 覺得你誣摩我吧 或者怎樣 阿泰想了這件事 我覺得很可愛 但用來擺放一張最兇的歌曲 是… 因為他的頭髮只是個屁股 是 好,宇宙大王是一個很厲害的歌名 我覺得Tayson 你那首歌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歌名 是 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是 這是你有了歌名才起這首歌 還是反過來 應該說這首歌是怎樣來的 就是我開始的時候 我知道這首歌要成為 我今年在播放 穩助流量的一首歌 以這個目標去跟MAD BOY 配合的, 配合的 然後配合完再配合的時候 因為我通常就會… 突然想起一些想法 就會在歌詞上寫下一些題材 那時候我看到蓮登就開始說 以前Tayson Yoshi比較好聽 現在不料之類的 我想寫一首反台歌 就是罵他們的 但寫歌是一個 跟自己探討的過程 寫第一首歌之後 發現其實沒那麼好 我本來的心態是… 你不懂聽而已 你喜歡聽悶的東西 那就再見吧 我不會因為你做以前的我 不會一直重複做Christy 2.0、3.0、4.0的我 我本來是想這樣 然後說他們不懂事 想罵他們 但寫了一半後發現 不是的,其實也感謝你們出現 陪伴我那段時間的我 我的歌藝很榮幸可以陪伴你們 因為有些人說 我聽你以前的歌曲是初中 現在大學了 有些是大學廳,現在出社會 四年又不是很長又不是很短 但對於小朋友年紀較小 就剛好在人生轉變的關頭 所以我就… 這份詞好像可以寫得 後面好像比較軟 然後就出了這首 然後… 我本來記得我寫的想法是 你永遠不會喜歡我 因為我記得… 因為我看到連登的評論時 我突然閃在路上 有些以前的下層 因為以前香港有百多二百人 一定記得的,經常來的人 對,真的很久沒見過他們 想起他們的感覺 好像以前想起前面那種感覺 你現在覺得怎樣 為何會沒有出現 是否因為我現在太流行 是否我現在多了人聽 因為我經常想 學校中喜歡我的人 一定是那些… 我聽Tyson Yoshi 因為以前沒有太多人聽 然後開始有很多人聽 跟穿衣服一樣 你開始買,我沒有買 是會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 我會想很多人 在想… 然後就說你永遠不會喜歡我 我記得有一個人說 我會支持你,一輩子都支持你 我心裡第一個反應是… 傻女,你不會的 你下個暑假已經忘記我是誰 可能喜歡第二個星 我心裡經常會有這些話想說 然後就有你不會一輩子的愛上我 而且我知道這首 我是想穩助我今年的流行 因為我整個碟的鋪牌 就是後面就要做一些 流行的東西,全英文的歌 我知道流量一定不會有 所以我要先交掃 所以這首是很方式的 去想我要先交掃的一首歌 好,首先我要表達我的佩服 因為有很多人打算做一首歌 是想穩佔流量的 但是做不到的 就是你留下這個目標 然後你做到,我覺得也是很厲害的 而我覺得你在這首歌的製作過程中 你從最初的出發點是想反胎 慢慢做一下,其實越來越豁達 反而是這一個… 心的容量 令這首歌可以接觸到更多觀眾 甚至我有看你的社群網站 你在台灣演出的 真的整場瘋了跟你一起唱這首歌 是遠過你一開始想的 真的沒想過,我以為這首是… 香港聽國語歌的人都會聽 但台灣應該可以吧 我沒想過台灣原來這麼重 原來有很多人發訊息給我 我說這首歌真的有以前的感覺 因為其實中間我開始認識Gareth 以及其他不同的音樂人的時候 就開始做一些… 真的很像Tyson Goshi以外的 一些音樂嘗試 的確支持者真的聽得出 然後這首歌 我用了我最原始的那種方法來寫 然後第一次又是音樂、唱歌 一些很久沒做過的事 然後那些粉絲會說 我真的聽到以前的你 就有回憶的東西回來了 好,謝謝你們接受訪問 亦是一次恭喜你們 獲得搖滾歌曲的獎品 雖然我覺得… 很難去界定甚麼是搖滾或其他 但總之搖滾的精神就是 堅持你們自己所想的 然後去努力做你們要做出來的事 再一次恭喜… 謝謝… Chill Club推介榜 年度推介2324新設評審團表揚獎 由本地及海外專業音樂人 組成的國際專業評審團 投選出深水作品 一起看看他們的評語吧 為了年代表演唱歌曲的歌曲 我選了Rubber Band 《 Listen Up Everyone》 這首歌曲是很棒的 強烈音樂 傳統的音樂 我愛音樂的音樂 原音樂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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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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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選了這首歌曲 一首歌曲的一首歌曲 最後我選了 《 Dear Jane》 《The Drifting Bedroom》 這首歌曲的音樂 很精彩的音樂 我得到這首歌曲的音樂 有點孤獨的 和幼稚的感覺 也像《The Notebook》 或一些幼稚的電影 音樂都很漂亮 所以我選了這首歌曲 我選了這首歌曲 《Dear Jane》 《時間管理大師》 編曲到位 很Rubber的聲音 很紮實的一個 勇緊的表演作品 我的歌曲是Tyson Yoshi 幸好我們認識 音樂都會讓我唱歌曲 即使我只能說英文 我感覺到現場歌曲 是一首歌曲 每個人都會唱歌曲 從頭上的聲音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